结合学习课程主题 吉安相立幼儿园庆祝温馨耶诞节 24号上午举行闪亮成果发表会 办理爱心义卖 借由二种商品再利用响应环保爱地球 希望透过义卖让下一个主人将圣诞礼物带回家珍惜 为圣诞节带来更多幸福感 为圣诞礼物找一个家 吉安相立幼儿园结合学习课程主题 24日上午举行闪亮成果发表会 办理爱心公益义卖活动 集合小朋友的二手商品再利用 响应环保爱地球 将玩偶玩具生活用品及服装配件 透过走秀的方式寻找下一个主人 吉安相用好热闹 迎接111年我们的爱心园友会 不管是我们孩子心爱的玩偶 或者是长大以后他们的鞋子 以及最重要的生活保健用品 今天在这里应有尽有 孩子学习对素质对买卖 对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生活用品的学习 把这些需求的物品 把这些需求的物品分享成我们的市集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以外 最重要孩子要来献爱心 把他们满满的努力 把二手的物品转换为救助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献给需要帮我们年终的这个时刻里面 做出献爱给大家 献爱给关怀 甚至于懂得分享 这个是我们扎根教育非常重要的环块 看到家长们欢欢喜喜的献出了孩子 挑选的每一个物品来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快乐在吉安 分享在吉安 关怀教育也在吉安 我们的孩子真正棒 园长赖花梅表示 本学期中班课程主题为便利商店 希望从小在生活中培养正确的金钱观 邀请孩子与家长一起爱物习物再利用 会后会将所得全数捐作吉安乡仁爱基金 共同为圣诞节日赋予更温暖的意义 记者长邦彦 钟主涵 吉安乡报导